老板这个乡村是怎么炒的 一般炒鸡蛋比较多 那你给我来一盘乡村吧 乡村 炒鸡蛋 这多少钱一盘这个乡村 现在十二 这是近的还是自己从树上折的 从树上自己摘的 我们家就是一木山嘛 山上的都是 住在山上 这个乡村也是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 现在是慢慢就下来了 前段时间都少 现在多了 这样卖到外地这个乡村得值不少钱了这些 也还行吧 现在便宜点了 比前段时间 一个星期之前都得三十多一斤 现在还十五六 十五六一斤 这样大城市 还不得四五十一斤吗 现在是树叶是吧 这是真正的树叶 八十八粒关节炎未经高粒 这一盘里边有几个鸡蛋 五个鸡蛋 要搅拌均匀 还会翻炒 这个是厉害啊 但他接上来说比较专业 来点花生油 到里头 转转 摘着锅 这样是受热均匀的 滑一下锅 再把油倒回去 热锅凉油 哦 香菌和鸡蛋 放里边 翻开 老板你做厨师做多少年了 多了十几年了 差不多做了多少时间了 两年了有 哦 原来是在饭店 看你这个专业手法像是在饭店里面干过的啊 大吉上的厨师越来越内卷了 现在都是饭店退休的 来大吉了 哈哈 大吉不易 都是饭店出来 创业的出来 哦 来饭店的 哎 哦 来点油 哎哎 一番 哦 再来点油啊 再吃铅油 要不他下面给我红锅啊 来算 喝 煎至这两面金黄 哦 好了 哎呀 这大饼 有句话说的好 到大吉不喝点瓜干酒 等于白来一趟 咱们整点啊 嗯 然后呢 尝尝这个香春摊鸡蛋 你这怎么炒黑了呢 哎 这叫煎至两面金黄 不叫炒黑了啊 嗯 看看啊 这江春这个味道啊 特别浓了 小时候就经常吃这个虾身炒鸡蛋啊 嗯 嗯 蒸点小酒 嗯 哎 这瓜干就好 味道很好 挺好 蒸点小酒 炒菜 配好酒 为山东美食点赞